大家好,欢迎来到洋堂主故事会 汤河比朱元璋大三岁 是个远近闻名的孩子王 他们既是同乡,也是一起玩到大的发小 少年老成的汤河,经常带着一帮孩子 玩骑马射箭的游戏 那荒山田头,天真而又肆意的欢笑 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因为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做和尚也好,是耕地也罢 生计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为了一口饭吃 一个个中理的发小走向了天南海北 发小再重逢时 汤河已经做了郭子兴的千户 他身高七尺,长得风流倜傥 又沉稳有谋 在义军中 光着脑袋的朱元璋 见到了一个个熟悉的面孔 凤阳的党乡们聚在一起,谈天说地 对汤河若有若无的敬意 给朱元璋上了第一堂课 而这样的敬意 对做过和尚,端过破碗的朱元璋来说 是最致命的诱惑 所以,朱元璋打仗拼命也好 迎娶一女马皇后也罢 终究还是争取到了郭子兴的青睐 郭子兴将朱元璋视为一子 取名元璋 谐音就是为朱元璋 意思就是诛杀元朝的戾气 表明他反原的决心 自国瑞,号朱公子 就这样,黄爵寺里撞中瞳 端着破碗谋生计的朱元璋 成了凤阳党乡里的第一人 再加上大多年轻人,辈分差不多 没有人将朱元璋当回事 只有大三岁的汤和,对朱元璋始终恭敬有礼 这让朱元璋非常高兴 其余的党乡见汤和都放下了身段 也就都尊朱元璋为首了 除了为朱元璋镇厂子,汤和还是一个实干派 在征讨陈也仙时,汤和身重见识,而面不改色 他拔出大腿上的飞剑 左腿流淌着阴红的鲜血 就与敌人拼杀在了一起 在朱元璋壮大的初期 汤和无论是人格魅力,还是个人勇武 都是不可取代的人物 汤和这个人资历老,沉稳有谋,能独当一面 但有个大毛病,喜欢喝酒 而且喝了酒就多嘴 汤和镇守长州时,与张世成接壤 是朱元璋的前线屏障 有一次,他请示朱元璋 没有及时得到回复,心情不爽 就喝多了酒 喝醉之后,嘴一哆嗦,说道 我镇守长州,就跟坐屋机上一样 我向左就是左,我向右就是右 朱元璋得到回报后 当时什么也没有说 却在平定中原后,跟汤和算起了旧账 此时天下已定大半,没了后顾之忧的朱元璋指责汤和 第一,平定臣有定时,没有安定地方 二,班师还朝时,被山贼袭击,损失了两个指挥使 所以,汤和虽资历老,功绩不小,但不能封国公 直到法楚后,汤和多次当面请罪 朱元璋才封了他信国公 但是,朱元璋为了威慑汤和 还多次提起他在长州的过失 并将此事刻在了丹书铁券上 让汤和引以为戒 数次当面请罪 然后又被朱元璋多次当反面教材说起 最后还刻在了传世的铁券上 这对郭子兴时期就做到千户的汤和 这么一个老资格是怎样的打击 就不言而喻了 因此,随着天下的安定 汤和果断请求告老还乡 做了武将们的表率 自长州醉酒后 几十年没给汤和过好脸色的朱元璋 设宴款待了汤和 在宴会上,朱元璋开怀大笑 解除汤和兵权的同时 承诺在中都凤阳为他修建福地 回到凤阳的汤和 在生命的最后七年 再也没有提起军国大事 他游览起了凤阳的山山水水 建起了一位位故人 他将朱元璋的赏赐 分给了凤阳的故郊遗老 将一百多位小妾侍女全部遣散回家 一个人喝喝茶,娇娇花,看起了夕阳 两年后 汤和在一场大病中 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朱元璋去探望时 病床上的汤和挣扎着直起了身子 他倾尽全力地挣扎着 却怎么也不能直起身板 朱元璋猛地扶住了那沟楼的身躯 说道 汤大哥,我来看你了 汤和抓着朱元璋的手 不停地支支吾吾 却发现怎么也说不出话来 这位当年剑射到大腿根拔出来就能战斗的汉子 此刻再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朱元璋的思绪一下拉回到了凤阳 他想起了那个孩子王 想起了那个郭军中的谦户 想起了拔剑血战的汤和 几十年的愤懑 倾刻间烟消云散了 汤和不停地支支吾吾 朱元璋不住地点头 直到夕阳落下 朱元璋望着熟睡中的汤和 摸了摸自己斑白的虚发 久久一声叹息后离去了 四年后 汤和已经不能直立了 太子朱镖的死 让朱元璋对他的思念更加迫切了 这汤和刚入城门 朱元璋就进了车厢 他握着汤和干瘪的手 说起了昔日坊间玩耍和起兵征战的事 汤和满眼含泪 听朱元璋诉说着过往的一切 却连支吾声也发不出来了 他只能不停地点头 直至朱元璋放声哭泣 这位迟暮的君主 一个从不流泪的萧雄 在经历高皇后之死 太子朱镖暴毙的悲痛后 终于放声大哭了起来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 压迫着他的神经 太孙朱允门的年幼 又让他不得不除掉这李善长、蓝玉等老臣 他是一个坚强的人 但是人就会有感情 世人就会悲痛 越是年迈,越是怀念过往 越是孤独,越是怀念故人 越是迟暮,越懂得珍惜 一件件凤阳旧事 一场场惊心之战 由朱元璋诉说着 汤和倾听着 这一刻,他们仿佛忘掉了一切 在沉寂的时光中,缅怀着过往的种种 第二年,七十高龄的汤和 成了明初最长寿的善中国公 比他受信任的徐达,没有他寿命长 比他年岁大的李善长,落了个晚节不保 明初国公长寿者,唯有汤和一人善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汤和无疑是明且智的人 早年醉酒失言,在朱元璋多次打压后 既看清了自己,也看清了他人 所以,才有晚年汤和做放弃兵权的表率 七年不谈军国大事的一幕 汤和知进退的智慧,换来了自己晚年崇高的地位 与子孙两百年的平安,汤和一脉在明英宗时 一度因为子孙早逝,失去侯爵之位 但在嘉靖年间,又因汤和的功绩和智慧受封灵弼侯 一直传到了明朝灭亡 我是杨唐主,关注我,期期都精彩 主要 少许 敌人 徒 婕 到